很多都是美國人的狗腿啊 狼狽為奸的 他們每天在講人權 講民主啊 其實是令人不屑的 他們是圍巾子 故意裝作道貌暗暗啊 那美國是個流亡 美國是一個 瞎山爛的三流國家 英國不是跟美國每天在指控 蛤 喔 中國大陸對 喔 新疆的穆斯林 威爾族 做了種族的魅絕嗎 有95%是被美國人殺死的 美國人去轟炸 這些歐洲國家都是幫兇啊 他們是貓哭耗死假慈悲 有什麼國家比美國人更邪惡 然後他們還每天裝作說 我們是一個人權國家 他們有人權嗎 美國有新聞自由嗎 30幾年的老記者 我看過很多事情 我也揭發過很多事情 所以我對亞昌傑非常欣賞 當亞昌傑爆料以後 美國人就通緝他 就開始叫各個歐洲 把他抓起來 因為他一爆料 他就逃到歐洲嘛 那歐洲 歐洲當然 尤其西歐這些所謂歐王 或者北大西洋公衛組織 這些國家 很多都是美國人的狗腿啊 狼狽為奸的 他們每天在講人權 講民主啊 其實是令人不屑的 他們是為君子 故意裝作道貌暗然啊 那美國是個流亡 所以就開始 要抓亞昌傑說 他跑到歐洲 我們知道歐洲 因為他是一個歐洲王 你在這個國家可以到另外一個國家 就跑來跑去 就變得很難抓 那結果第一個通緝他的 美國要求各國通緝他 第一個發出逮捕命令的是瑞典 這個事情發生 危機事件發生在2010年 2010年的1月30號 瑞典的檢察官說 我們通緝 跟各國跟歐洲各國 我們通緝亞昌傑 那只要有一個國家的檢察官 檢察署發出通緝 各國就要幫忙抓人啊 所以亞昌傑就跑了 他跑去哪裡 他在11月30號被通緝 12月7號他跑去倫敦啊 英國的倫敦 那英國倫敦他持續在網路上 他一直在發佈 發佈美國這些醜聞啊 那發佈以後 英國人就把他抓起來了 因為瑞典通緝 那抓起來以後 他就做辯解 我這是新聞自由啊 我這個東西百分之百是真實 我並沒有造假 我如果造假 對某些國家某些人是誹謗 可是我的資料都是原始資料 我只是把原始資料公佈在網站 那這是一個新聞自由 網路也是個媒體啊 那英國法院沒有辦法說好 那你在英國不要走 我們要審判你 就把他交保 這交保以後 他跑去英國 英國的二瓜多大使館 尋求政治庇護 大家知道二瓜多在美洲 二瓜多 結果說你講的有道理啊 我們知道中美洲跟南美洲 這一國家很多是社會主義國家 很多國家也討厭美國 所以二瓜多我們同意你政治庇護 所以他就住在大使館裡面住多久 住了七年 二瓜多就一直給他政治庇護 那政治庇護你其他國家 英國不能進來抓人啊怎麼辦 他們就英國美國這一國家就一直跟二瓜多施壓 用外交的關係用怎麼樣 那他 他那時候在二瓜多從2012年的6月19號開始 到2019年啊 就一直在這裡 等於說在那邊七年 結果二瓜多破餘 這個 美國還有英國這些人的二勢力 他就說他沒辦法再給政治庇護 已經給七年了 所以就同意英國的警方進入二瓜多大使館抓人 雅商結他才滿臉的呼吸啊 其實他才50歲左右 那他被抓了 被抓了以後 英國法院就開始審判他了 審判他他說我這個是新聞制度 那好了 英國也有部分人聲嚴他 全世界也有一些人聲嚴他 說他做的沒有錯啊 他只是讓美國的醜聞顯現 各位我現在講這個新聞啊 我前面講到現在都是背景 上個月的17號 英國的司法部長 內政部長 他同意 因為美國一直想把雅商結 把他抓到美國 雅商結是澳洲人 美國想把他抓去審判 想去把他關起來 要泄恨 你太可惡了 你把我們的醜聞 把我們金方去 沒有人權去羅令 去屠殺啊 你通通給我 然後把我們外交部門的一些密謀 怎麼去煽動別人政府的政變 美國到處在各國搞政變 這只要這個總統不聽他 他就去搞政變 搞政變把你推彎 去給你遊擊隊 給你反政府軍 給你很多武器 給你很多金錢 那在香港緩送中 他也是搞這一套 香港的緩修例 就是美國人在裡面搞鬼 只是他沒想到 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的警方 政府費用那麼強大的 去把它壓下來啊 美國就是在各國裡面搞這個 美國是一個畜生 瞎散爛的三流國家 那他想把亞商捷 把他引渡回美國去修理他 判他行 那英國這邊也有很大壓力 因為英國也有部分人權團體 我剛剛講的內政部長 6月17期做了一個主張 說我們同意 亞商捷引渡到美國 哇到美國還得了 美國不天天修理他啊 那各個媒體就去分析 美國用什麼 用國安法 用什麼法 什麼什麼 這些法律 零零總統加起來啊 亞商捷 他可以被關175年 沒有人的壽命 可以活175年吧 那等於說他就變成 回美國他就要被終身監禁 那終身監禁關在裡面 可能每天就修理你 就靈內你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 對人權來講 這是很大的影響 怎麼可以這樣 那英國也做了這樣 英國不是每天在講人權嗎 英國不是跟美國每天在指控 中國大陸對 新疆的穆斯林 威爾族 做了種族的媚訣嗎 做強迫勞動嗎 很忠視人權嗎 各位你看 他們指控新疆這個事情已經指控了四五年 全世界沒有一個穆斯林的回教國家 贊同美國人的說法 美國在聯合國在哪裡都要求表決要幹嘛 沒有一個回教國家 贊成他 你知道回教國家除了在中東 在東南亞 譬如說印尼 馬來西亞 這些國家有非常多的穆斯林 那中東當然更多 那在非洲也非常多 尤其北非 那我們知道 土耳其也是穆斯林國家 所以全世界穆斯林國家非常多 沒有人深言美國 所以美國人講的有道理 因為美國沒政績嘛 全世界的穆斯林 死疑非病 我不是說你生老病死嘛 你死疑非病就是意外被戰爭打死的 這種叫死疑非病 有95%是被美國人殺死的 美國人去轟炸 譬如說北非的利比亞 利比亞是個穆斯林國家 美國一直炸他炸他 後來把他們的領導人 格達會給炸死 因為格達會常常會罵美國人 美國人就很氣就去炸他 那現在整個 利比亞本來是有七個大的部落 合起來 這些部落各自為政 可是他們一個頭頭就是格達會 格達會死了以後 這些部落就互相殘殺 所以 為什麼地中海有很多難民 因為就是從利比亞來的 利比亞很多老百姓 這國家變成 變得四分五類 各個部落打來打去 老百姓 覺得說我們沒辦法 所以他們就坐船偷偷 偷渡到歐洲 那有的人在半海就死掉了 大家記得有個小孩子 死掉屍體都快忽然 被拍了 哇全世界動龍 那歐洲國家 大家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這些歐洲國家都是幫兇啊 他們是貓哭耗死假慈悲 因為被記者拍了 就要假裝自己很有人道 很有人性啊 那為什麼利比亞 有這麼多難民 美國人造成的 為什麼歐洲 大家怕難民怕得要死 歐洲這幾年飽受難民之苦 結果右派的 的大門都能夠執政 為什麼 為什麼每一刻 德國的總理當了16年 全世界聲望最高 因為他接納最多的難民 德國接納了一百多萬 這些難民從哪裡來 最主要是從 西利亞來的 西利亞為什麼有這麼多難民 美國人去攻擊 美國人在那邊發動戰爭 所以他在中東發動戰爭 在北威發動戰爭 然後這些難民 很多就積極往歐洲啊 各位我講你就可以看到 有什麼國家比美國人更邪惡 然後他們還每天撞到說 我們是一個人權國家 那現在全世界都看到了 亞商傑的下場 亞商傑律師現在提出上訴 因為英國的內政部長 代表英國政府 說我們要把亞商傑 引渡到美國 那 真正你有點人權 有點新聞自由想話了 你就知道 亞商傑如果被引渡到美國 那就慘了 美國人要報復他 不曉得會使出什麼手段 美國人說我們不會判他死刑 好 不會判他死刑 這是給全世界承諾 那美國會怎麼樣 美國在他有生之年 一定天天靈內他 一定天天修理他 這是眾所作之 大家認為的結果 那亞商傑呢 亞商傑等於說這幾言都 等於說 他自從有揭發這個事件 然後他的生活有七年在 俄瓜都的英國的這個大使館 那其他的他都一直在打官司 當然有少數的人一直在幫他 那我就說這個事件喔 你可以看到什麼叫人錢 什麼叫人錢 美國每天在指控 中國大陸沒人錢 俄國沒人錢 誰誰誰沒人錢 他們有人錢嘛 美國每天要指控 別人沒有新聞自由 香港沒有新聞自由 美國有新聞自由嘛 有新聞自由 那亞商傑揭發了你們的 這麼多醜聞跟弊案 你們有做檢討啊 沒有 你怎麼可以揭發 把揭發的吹哨的 把它抓起來 施以形華 這是美國的作法 然後這是瑞典 瑞典不是號稱自己多麼了不起嗎 瑞典不是號稱 自己是洛貝爾獎的出產地嗎 瑞典最近還想加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那你怎麼會有一個 受美國指導的一個檢察官去通緝 要去逮捕亞商傑了 英國不是民主最老牌的國家嗎 全世界的民主 異位政治是英國人發明的 英國人的政府 怎麼會要求把亞商傑 這個可憐的人 把它送給美國去處理 各位 所以我講的就是一個簡單 基本的人權概念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所謂的人權 所謂的民主 都是這些國家假裝拿出來 在指控別人的 什麼叫民主啊 以他們講的為主嘛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